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Bly in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y in the Kitchen 盲人厨房 上个礼拜呢 煮上一集呢 是海鲜 这个礼拜呢 也是海鲜 我要蒸的 我要煮的今天的鱼 是什么鱼呢 是蒸鱼 可是呢 蒸鱼很普遍对吗 可是呢 今天盲人要给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呢 特别的酱料 来蒸这一尾鱼 我们去看今天的食材有什么东西 今天呢 我的食材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有一条鱼 差不多800克 800克 800克 我还没有杀鱼 鱼鱼你看全部还有 然后接下来呢 我有五六粒的 这个 蒜头 等下我要 切给它 所以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fermented bean curd 就是我们吃粥用的 乳 ok 两块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因为会太咸 and then 2TB 两汤匙的 fermented 这个 bean ok 这个 豆瓣酱 豆瓣酱 ok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呢 也是 两汤匙的 香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要看 盲人 怎么 鲨鱼 信不信 我就穿向我的 眼镜 带多一次了 Now I'm going to slaughter my fish ok and put on my eye mask ok Now 我要呢 做什么 就是呢 清除掉它的鱼瓶 鱼鳞先 这是哪一片刀 ok 好滑 因为它是很新鲜哈 所以呢 你就是轻轻的 这样把它靠出来 ok 就可以了 make sure哈 不要刺到你的手 鱼鳞已经清了 里面的内脏 都已经清了 Now I want to do the butterfly cut ok Waterfly cut 蝴蝶的切法哈 要怎样切呢 就是切中间哈 所以首先呢 我就把我的鱼 搬去这个砧板先 然后make sure哈 你的 刀哈 哇 我跟你说 要小心你们的手哈 所以盲人哈 是大概是这样的 你要pill一pill 看它在哪里先 ok 这边 make sure是 这样开 就可以了 不要割到手哈 你看 它美不美 好像一只青蛙 对不对 好 我的鱼已经好了 已经butterfly cut 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要涂一点油 ok i need to coat apply some cooking oil then i'm going to steam it for 10 minutes ok 4分钟我会拿去蒸先 不要放我的调味料先 同时间我在蒸的时候 我会准备我的调味料 因为呢 要把那些鱼的味道 那些血腥味道 把它蒸一轮先 把它水倒掉 然后再倒下去你的 那个 啊 ingredients啊 就是那个调味料 那个sauce 好现在呢 我就要放一点点的油哈 为什么我要放油呢 哎呦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不要给它沾底 ok 就apply一点点 在它的身上 就可以了 好 水滚了 我就现在 就去拿去蒸了哈 好 现在呢 我就要来蒸我的鱼 for 10 minutes maybe you do stay to steam your fish for 10 minutes 10分钟就够了 然后接下来 你10分钟过后大火哈 然后呢 记得 它一定会生水 然后生水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倒掉它的 那个鱼腥的味道就可以了 10 minutes later I see you 不要浪费时间 10 minutes you need to cut yo 这个蒜头 就把它切片子就可以了哈 或者你要切碎都可以 今天呢 我切碎 ok 然后呢 就把这个全部切起来了 我跟你讲 特别容易这个sauce ok 我就把全部的 ingredient sauce 全部煤起来 跟我的蒜头 就可以了 然后10分钟过后 把我的这些sauce 再加一点点水哈 一定要加一点点水 然后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切好了 这个蒜头 你就把它 transfer去一个大盆哈 就是大碗哈 再transfer the garlic 这个 去这个 这个大盆哈 的 这个大碗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把你的 这个是什么 四周 四周的 骨肉哈 ok 把它 放进去 全部下大碗 ok 然后你就把它 好像 roja 这样 接下来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的豆瓣酱 ok 豆瓣酱也一样 把它全部 下到里面进去 ok 记得 最后 你一定要加一点点水 ok 然后这个就是 麻油 ok 把它倒进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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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 ok 就把它mix around ok 然后等一下 你要加一点点水 ok 时间差不多到了吗 10分钟 ok 哇 好香 你看 就是把它弄成这样水水的 就可以 呃成为它的那个sauce了哈 就是里面有那个葫芦 豆瓣酱 啊 香油 就是我们的sesame oil 还有加一点点的水 好 10分钟 已经到了 我要开我的鱼了哈 然后呢 你就看你如果有水的 你就倒掉 没有水的就无所谓 哇 ok 好 现在呢 我就要把我的这个 慢慢倒进去哈 哇 烧烧烧 ok 哇 小心一点点 哇 ok 是不是知道amming准准了哈 ok 就把它这样搞下去 ok 然后再重新蒸 几久呢 15 不用了 再重新蒸5分钟就好了哈 然后呢 那个sauce了 已经加进去了 然后再重新蒸多5分钟就好了哈 我的鱼已经蒸好了 然后呢 再 呃 两个蜡烛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鱼放在蜡烛上面 就可以了 Keep warm 啊 就是这样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试吃了 我的吃饭衣 所以你可以试吃了哈 不论你是忙的 或者不是忙的 更好 如果你是蜡烛 或者你不蜡烛 可以用你的心 我肯定 你可以用一个美味的鱼 ok 只要你用心肯定 你能煮出来一道美味的菜肴哈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 好 现在我要开始吃了哈 这个酱 可以算是 猫猫骨酱 哇 好香哦 哇 有一点点辣 有一点点香 马鱼的味道 还有呢 豆瓣酱 还有那个骨骨的味道 哇 我跟你讲 这样的 combination 这样的 sauce 太好吃了 哇 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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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鱼又新鲜 好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 拜拜